大家好 我是徐彬彬哲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台股延续昨天互盘的力道 盘中在往上涨了四十几点 当然尾盘收在今天的相对高点 那么以结构上面来看 今天的成交量 它并没有九百亿之上 还是维持在七百多亿的整理格局 但是盘面上面已经开始陆陆续续 包含上个礼拜很弱势的电子股 也出现反弹 包含本坡的主流 生计股 也很多档股票 亮灯 涨停板 那么3552同志 今天创波段新高 也是亮灯 涨停板 那么以格局上面来看 其实我们在上个礼拜 尤其是大选之前 我们就希望大家在操作上面 能够把整个方向给看好之后 再来做下一步的动作 当然今天 你看到这些盘面上面热闹的股票 或许你又感觉说 台北股市怎么真的很像我们之前所讲的 修正了五波之后 那么开始不管是弱势股的止跌 或者是主流股的往上垫高 准备再创波段新高 那么这个过程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它也让很多的投资朋友 再度验证我们的功力 至少我们在相对低点的时候告诉你 你有这些比较弱势的股票 包含了课程 包含了今天反弹 涨停板的像TPK 或者是升级类股里面 最强势的反弹股 6452的F康友 那么这些股票在关键转折 你只要抓住了 你在操作上面你就不用慌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个重点 有些空头的股票反弹上来 尤其是这一个礼拜 我们上个礼拜就预告了 接下来会是弱势股反弹 跟主流股起涨的双重交汇 那么如果站在位置上面来看 大概很多人会跟你推荐 破底反弹的股票 那么反而会比较少人去提及 强势整理的股票 准备后面创新高 那我今天测标我用了 我说跌升反弹VS领先创高 到底意欲不同在哪里 这个等一下我会讲 但是就极短线上面来看 至少这两天 这两天你只要掌握好这个节奏 第一个你股票不用砍在恐慌的低点 第二个你手上的股票 尽管它是套牢的 那么就好像我们前一日子告诉大家说 康友连续出现三根跌厅板 反而到了最关键的位置 你要有最专业的帮助 一个顶级的超凡手是在告诉你 如何在一片死灰之中找生机 对不对 今天你回过头来看 这些升级的股票 我们讲极短线 升级的股票涨势最强悍的 今天就是这档股票 对不对 那么关键转折在哪里 关键转折在这一天 这一根打到跌厅板 当天我们大概接到五到六通的电话 每个人都很紧张 对不对 那紧张归紧张 盘势还是有它的发展 所以我那个时候强调 我说如果你手上有比较弱势 尤其是这波修正很深的 看起来很弱势的生计股 你不要乱做 你不要乱做 你有听到我们专业咨询的内容的人 我相信你今天 至少所上的康友 你可以处理在一个 比较漂亮的点 这是等一下我会谈的 那么反过头来讲 我们之前也告诉过大家说 一个顶级的操盘手 如何在一片死灰之中 帮你找升级 对不对 之前苹果概念股 之前苹果概念股 被不管是外资也好 或者是市场上的氛围也好 全部都骂得好像说这个产业要倒的一样 但是我在大力光跌停板那天 我就告诉过你 当最恐慌的出现已经出现了 那么最低点大概就是不远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反弹的个股也有哪些 像2474的可乘 当时杀到200块钱那一天 我就告诉你 这么机优的公司 连续出现急跌加重挫 你就不用太担心了 对不对 当然对持有的人来讲会很痛苦 毕竟你可能是买在相对高档 这一波它破底 怎么买你都赔钱 你会觉得很灰心 好像说台北股市哪这么胖着 我说台北股市不是不好做 是台北股市在调整产业的过程里面 它本来就会有剧烈的震荡 所以我们在之前就预告过 我说如果以周线的角度来看 至少还要两周 所以我上个礼拜预估 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 会是弱势股反弹 跟主流股起涨 这同时会发生 我当时我还讲得很慢 对不对 我说弱势股会有反弹 但是你要把反弹上来的 弱势股给出掉 换到主流起涨的股票上 可是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你发现说好像感觉上面 好像跌升反弹的股票会比较好赚 就极短线上面来看 是的肯定 为什么 股价腰斩过后 像铭记遗产 股价腰斩过后 如果你敢买在它破底的点 那么今天赚一根涨停板是OK的 没什么大问题 或者是康友你之前抓到关键转折 你今天赚一根半的停板 没什么大问题 可是问题是你是要极短线赚个一根两根 还是要一个中线赚个一倍两倍 这个就差很多了 这个就差很多 所以我在元月15号的时候告诉你 当指数来到这个位置 当周收在7762点 结果礼拜六要总统大选 你看到礼拜五晚上美股重挫 你可能会很难相信这张图 对不对 但是我说过了 弱势股开始寻求止跌 主流股准备领先创高 先求稳再求涨 指数从8300点 修正到破8000 修正到这一波还在彻底 修正到整个指数跌了1200点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都跟你讲同样的事情 当修正到末端的时候 它的利空越来越多 它不再破底了 就代表整个指数 准备走平之后往上攻击 所以时间破上面来看 还有两个礼拜 还有两个礼拜 但是今天台股已经开始展现出 它的生命力了 对不对 过去这几天 你听到的全部都是利空 包含美股重挫 包含有一个叫崩跌 可是问题是 今天指数已经回到这里 那代表什么事情 代表过去这几天 它是在清洗第五波的筹码 所以简单来讲 目前底部在求稳 当然等的是放量 没有量 没有办法酝酿 这个转折 那么生计族群 当然是持续往上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就整个部位来看 这波我们强调的弱势股指纹 其实有几个很明显的迹象 包含我上个礼拜 我说我很久没有去谈金融股 但是我知道大部分 尤其是比较资深的股民 你们可能手上或多或少会有金融股 那我就稍微用一分钟待一下 我当时提醒你 台股要指稳 最弱势的金融股要先指跌 对不对 所以我在元月18号 就是昨天礼拜一的时候讲过 金融指数这五波 尤其是后面这一波 接近75度角的下沙 先看国泰金跟富邦金 不是吗 所以今天国泰金表现的还不错 他稍微做指纹 那么昨天爆出8.1万张的量 你知道吗 就大波浪形态上面来看 这个叫ABC ABC 那么ABC之后会不会变成12345 看基本面 但是就波段的角度来看 当他破底的时候开始爆量 就有指纹的机会 因为毕竟从56块5毛钱 当时爆量11万张 你事后回过头来看 这边卖的人是高手 对不对 当时没有任何的利空 反过头来讲 今天在利空全部出融的时候 低档爆量 一来一回 差了四成 金融股差了四成 所以你还特别注意 如果国泰金正式告诉你 TRF的问题应该没问题了 股价就会领先反应 这是我的看法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像国泰金 就周线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可以质问 他已经回到周线 这个颈线的位置了 当时第一档曾经爆过一根 非常大的量能 这根红黑棒 以技术形态的角度来看 他具备能力反弹 听好 反弹 这是当时我们跟你所讲的 我说很多人在看台股 每天看指数涨指数跌 没有看出一个金水来 那我也提醒过大家 看盘不是看指数跳 是要看结构怎么走 所以这一波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 第五波的下沙里面 你手上有这些弱势股的 不要自己慌了手脚 乱做动作 我们可以帮你的 我们尽量帮 因为你在11月的时候 没有看到我的字卡 你或许 现在回过头来看 我们都是领先市场告诉你 先避开电子 对不对 但是当整个最悲观的时候 元月7号 苹果概念股已经补跌了 就代表 补完缺口之后的电子股 大概就稍微落底了 稍微落底了 结果你知道吗 昨天 大立光跟可成开始站稳了 对不对 补完缺口之后开始站稳 最弱势的电子股都寻求直稳了 那么大概波段上面 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不是说电子股从此回升 这个我在台北见面会的时候 我有讲过 我说苹果概念股要打底 至少要等到3月 那你说哇 徐老师等到3月那还得了 我说没办法 就时间波上面来看是这样 最快3月 最慢到6月 所以 我为什么强调说 这一波的行情 尤其是接下来这两个礼拜 是让你处理 弱势股反弹的重要时间 它非常的重要 至少我们看到大立光 我在2465块的时候告诉你 请你小心 对不对 当然 跌到2000块钱很多人讲说 哇怎么会跌这么深 但是我讲过了 当最恐慌的时间出现了 你手上有的 准备找反弹的点来卖 结果 元月15号礼拜五 公布去年营收180块钱 股价亮灯涨停板 你应该不会觉得意外 因为我当时解过 我说 这种大型的全资股 来到景线破的时候 会有反弹 对不对 所以我从大立光 我又解到了 之前我们提醒过你的 像可诚 可诚我在324块的时候 告诉你小心 当时没有一个人听得进去 因为他业绩实在太好了 结果你知道吗 他从324块 摔到200块钱的时候 每个人都在骂苹果概念股 我反而告诉你 恐慌出现 低档不远 但是不是回升 是反弹 挺好 所以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可诚今天收盘收在哪里 232块钱 从200块钱 反弹到232块钱 也一成多 对不对 用现股来算 所以 类似像这样子的股票 如果是反弹 你要把握卖点 我的看法不会改变 为什么要卖 不是因为公司要 大幅度的走下坡 而是我刚刚跟你所讲的 银果概念股 最快要整理到3月 最慢要整理到6月 那如果他整理 整理一个半年 你难道这半年 就报了这张股票都不动吗 当然不是嘛 你在股票市场 是要追求迹象 对不对 所以现在是 弱势股反弹 跟主流股起涨 同步进行 你要好好的把握 弱势股 急弹的时间 急弹的时间 因为 破底反弹本来就会很快 大概3天到4天 就会结束他的反弹了 你要好好的把握 接下来主流起涨 好戏才刚刚开始 戏下之后 我马上回来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 要煮肺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堆分警觉 堆分自我保护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破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看你这么年轻 怎么就气喘细细的 爷爷你怎么都不会喘 除了运动 我也定期做提示 体势能检测 体势能检测 你看 全国各县市 都设有体势能检测站 提供民众检测 项目包括肌力 肌耐力 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 还有营法族 专属检测项目哦 这里的教练亲切要专业 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 来回到现场 那么先看一下生计指数的周线 之前我们谈过 我说这段时间里面 3-2会进行震荡整理 结果他从这边 1 2 3 4 5 6 从高点整理了6周之后 当你看到浩顶 中域 同步跌停板的时候 反而生计指数建低点 那么我之前谈过一句话 到现在为止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量先驾行 这个高点 他会过 他会过 今年是生计新耀年 能不能突围 当然是看新耀的表现 但是 我这一波发现很多投资朋友 尤其是我过去 你应该觉得 我很喜欢碎念 就是 我在挑选生计股的过程里面 我不喜欢去乱枪打尿 是因为我认为没有 9成9以上的把握 我们不讲股价一定涨 我说 我对基本面 没有9成9以上的研究的话 我自己都没信心了 我不会去推荐给 我的投资朋友 去做布局 那反过头来讲 我扫描过这么多的 生计股 我能够得出来的结论 就这么挤挡 你会发现我可能比较吹毛 囚痴一点 但是过去三个礼拜 你发现 当浩鼎跟综艺在跌停板的时候 每个人把生计股 骂了跟骂了什么一样 对不对 我说 很多市场上的分析师 喜欢见涨缩涨 间谍缩跌 当股票在跌的时候 拿出一个指标告诉你 你看什么时候就翻空了 你早就该避开 如果股票市场永远这么单纯 巴菲特早就失业了 拿一个电脑出来就好了嘛 对不对 所有人都城市交易 难道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专业价值在哪里 我就举个例子 一个顶尖的操盘手 是在一片死灰之中 帮你找生机 我过去在预告 我说 我们再看生计指数 生计产业 当时 主生段的时候 你一定没有参与 11月19号 我们当时讲说 主生段做确认 请来 结果很多人是因为 涨了三个礼拜受不了了 跑去买生计股 结果我当时反而 泼一个小能水 我说三支二即将展开 这个叫三支一 这个准备三支二 二有多深 看大盘 对不对 但是你要胜选生计股 结果震荡震荡 指数压下来破月线 指数压下来小破季线 一直到选后确认做转强 好 这是今天的生计指数 准备战回季线 准备战回季线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三支二结束在哪里 结束在号顶 结束在中域的跌停板 这天这一根长黑下来 我当时还讲过 我说 这边没有防守成功没关系 因为他刚好来高这个平台 对不对 他也是三支二的范围 只是回的比较深 那回的比较深 三支三一样会进行 什么意思 后面你确认了吗 今天很多人讲 生计股会长是因为 我们未来的蔡总统 要集中火力之一 就是发展生计产业 我说这个也可能是理由之一 但那不是绝对 过去我们政府也支持过很多的产业 现在也变产业 政府的整合 它只是出一个力 就像我们打太极一样 四两要拨千金 只要政府用的力道恰到好处 这个产业它是会起来的 反过头来讲 如果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到最后变成要卖掉 变成股价变成五块钱十块钱 甚至下市 这种产业你就不用投资了 你听有吗 所以我觉得政府是一个态度 但是一个顶级的超班手 如何在一片死灰之中 帮你找生计 当时台股在大跌的时候 我当时在讲康有 我很多人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大概是全市场第一个讲的 我在台股急杀过后 来一万点杀到八千多点 七千点 这一段时间我找什么 我说台股刚刚回稳 投资生计产业 当时在9月7号 9月8号178块钱的康有 9月24号180块钱的康有 喷到400块钱 每个人都拍手鼓掌叫好 对不对 可是谁真的赚到 还有人号称他专门做这一档 我也不是想专门做这一档 会不会叫你卖掉 来 12月8号385 我人质意境了 我告诉你 有的赶快来找我 后面连吞三根跌停板 全部人都在骂康有 我说你赶快来 因为关键转折到了 元月14号把握关键转折 回撤0.618 你就不要再砍了 一个转折是一个百元价差 当时246 后面涨到哪里 269 昨天亮灯涨停板 295 今天再创一个短波段高点 322 246跑到322 多少钱价差 那你问我我怎么看 我告诉你我这样子看 够明显了吧 如果你不找我处理 那请你自己保重 自己保重 因为我认为说 主流不会是他们 重点在新药 来 当然一个族群里面好 整个族群的本益比拉高 这个才是一个由希望的产业 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最弱势的股票先反弹 明基1 我之前讲过嘛 我说一挂牌就开始往下掉 最后竟然可以腰斩 对不对 那有这档股票的 我有 我有告诉你说 随便砍地板吗 没有吧 但是我倒是提醒你 你验证过了嘛 不要每一档股票 都随便乱买 今天明基1涨停板 意不意外 不意外啊 腰斩之后一根涨停板 要几根长停板 才能够回到这里 小心 一步错是步步错 有些股票 跌升反弹的 SPA概念股 F左登 这个也接近腰斩 你也要把握反弹 主流股当然是在 生计里面的新要 你要集中火力 那么我今天 时间不多 时间不多 我短线补充一个东西给大家看 那么我用手写 我今天没有按 K线图出来印 是我觉得说 留一点记录给你 你好印证 来 这是我在元月14号印的图卡 那么你要特别注意哦 号顶 号顶 那么我预估是在2月中就会解盲 应该不会拖到2月底 应该不会拖到2月底 那么他能不能走出3之3 基本上我认为 他的几率很大 几率很大 我很乐观 听好哦 我很乐观 那么一旦走出3之3 就代表号顶要领军 今年台股的新要年 新要股很多都是高价 但是也有些是中低价的 我们已经准备好 精选完毕的一到两档 中低价的新要股 一旦号顶发动 你或许没有钱 可以买号顶 但是你可以来布局 中低价的新要股 接下来 一个礼拜之内 好好的锁定 生计产业的发展 因为股价会告诉你 谁是主流 但是我希望的是 你不是只是看 而是真正的享受到 3之3的主身段 与需要服务的地方 请跟我线上助理做联络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